美國密西西比州遭到龍捲風襲擊 已經造成二十六人死亡 美國國土安全部則是宣布 將會長期駐點災區 協助災民儘快重建 而同樣受到龍捲風影響的 還有喬治亞州 有動物園的兩隻老虎 趁著圍欄毀損後來逃脫 所幸最後是驚險捕捉回來 只剩下殘破不堪的骨架 災後居民走一趟被摧毀的房子 心中充滿無奈 美國密西西比州二十四號晚間遭龍捲風侵襲 強度相當罕見 受災的四個郡幾乎被遺危平地 尤其是羅林福克鎮最嚴重 這座人口不到兩千人的小鎮 至少有十二人喪命 鎮上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是非裔 且五分之一的人收入低於美國政府 列出的貧窮線標準 一無所有的災民 期盼政府趕緊伸出援手 泪水止不住災民哽咽訴說心情 但又左臨右舍的安危也對未來感到彷徨 目前救難團體和志工已在災區搭建臨時醫療區 為受傷的民眾治療並發放食物 美國政府也動用聯邦基金提供災民臨時住所 協助整修房舍以及支付財務損失 另一方面龍捲風也掃過臨近阿拉巴馬州和喬治亞州 導致有些防護圍欄損毀 許多動物四處逃窜 其中就包括喬治亞野生動物園的兩隻老虎 所幸原方已成功捉回 動物和工作人員都平安無事 公視新聞兩院編譯